我想照单人的 不,我照单人的 拿你们过去 走 妈妈,去看马牙山 马什么山? 马牙山 这是一个缓坡 那慢点啊 好嘞 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27天 中午从乌鲁木齐走上G7 感觉在高速上只跑了十来分钟 中午12点06就走出了七七天池出口 这就到了 左转 去往天池景区的路口又遇到了检查 下了高速直接就是啊 嗯 专门为天池修的口 哦 走最右道 走转,随后进入右侧道路 看好像是哪儿呢 哎,这儿 继续行驶2.6公里 我只能是跟着人走 前方会入主路 那就找他吧 前方1.8公里内 哦 给你个玩笑 在这里检查还挺严格的 走 检查行政码和人脸 还有核酸检测证明 直接走了 经过检查一切正常 先往天池景区的路还可以 限速60 记得前些年最东北自驾游的时候 由于时间太紧 没能去城白山天池 今天有机会去天山天池 小朋友们也是很开心的 这次来新疆一直惦念着天池 今天正好绕回到乌鲁木吉 在返回的路上 也算是顺路远了一个小愿望 中午12点12 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天山玻璃桥停车场 要来到去总觉得不太对劲 距离游客中心太远了 里边还那么多停车场 这还出不去 这得走多远啊 没办法 只能原路绕出去继续前行 这不行天山玻璃掉桥 天山玻璃掉桥 天山天池是往前是吧 往前 哦 这也是问的 那你也问一下 天山天池正对的那个是不是售票的呀 肯定也是不认识路的 行 这天池的停车场还往前走了 嗯 这鬼吧 那个走鬼 那儿 好嘞 谢谢 中午12点25 终于到达了天池景区停车场 开车来到距离游客中心最近的地方 找个树荫下停号车 今天的天气还真不错 感觉挺舒服的 不觉得热呀 相比前两天在屠路番遇到的景区 天山天池还算是基本正常 停车场里车挺多的 还有旅游团的大巴车 看来这边还是挺放得开的 从外面看 天池游客中心跟北京火车站挺像 从外面看 天池游客中心跟北京火车站挺像 明天还不是放上主任 哎呀 这个就做个爱舰不错的 对 近的游客民族 剩下带去游客到天 正在游客中心 会跟北京火车跳 会会反复的口罩 保持民间区 不拆对不拘积 您的安全和健康 这我们的感觉 争游客中心 走进来感觉更像火车站 刚才停车场看着车不少 可是走进游客中心还是显得很冷清 在天池景区不用换票 拿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入景区 一会儿还得坐景区内的区间车才能到达天池边 没想到去坐区间车还得安检 这里检查还真够严格的 我这两个大货机先后都被查出来上脚了 不至于吧 之前除了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 其他没有任何一个景区会如此操作 12点57坐上天池区间大巴车 不过这天池景区与众不同的是 大巴车上竟然还有个讲解员 除了简单介绍天池景区 重点是推销所到游会票等 之前坐其他景区大巴车都不会翻棍 今天上了车没想到停着停着很快就睡着了 然后呢咱们就有几分钟到达这个区间车的终点上 然后呢咱们就有几分钟到达这个区间车的终点上 看来景区里想方设法的在收车费啊 反正今天时间也不紧张 在这里也不会觉得热 天气不错 小朋友们说那就溜达到湖边去吧 同车的游客都走光了 有坐电冰车的也有步行的 这段小路上就剩下我们四个了 走在山林中树荧下很凉快 确实挺舒服的 走 妈妈去看马牙山哦 马什么山 马牙山 马牙山 马牙 这是一个缓坡呀 那慢点啊 好嘞 下午两点十分 我们终于看到了美丽的天山天池 一条石板路只通湖边 路旁还立着写着天池两个大红字的石碑 下到湖边是小观景台 天池里可以乘船 码头就在小观景台旁边 天池边是一圈木栈道 也算是游客们欣赏天池的观景步道了 刚才在大巴车上 江姐员介绍了半天 坐什么索道去什么山 直接就销售索道票 多买还能送 我下车的时候 看有游客从他那里买了索道票 还特意问了一句 江姐员说 刚才在车上已经说过了 你睡觉没听见就算了 嘿 意思是我上课睡觉没好好听讲 错过了就不再补客了 据说天山天池古城瑶池 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的高山湖泊 位于天山东段最高峰 波哥大风的山腰海拔1980米 湖面呈半月形 面积约4.9平方公里 是世界著名的高山湖泊 小朋友们一边欣赏着天池的美景 一边在木栈道上跑来跑去 每每见到天池两个字就拍张照片 据说在清朝的时候 天池周围曾修建过 铁瓦寺娘娘庙等八大庙 不过现在亦荡然无存 在天池周围 还有石门一线 龙潭碧月 顶天三十 顶海神针 南山望雪 西山献松 海风展 玄泉飞铺等八大景观 小朋友们沿着木栈道一直走 绕两个弯就可以到达西王母祖庙 在民间传说中 天山天池曾是西王母居住的先进 据《牧天子传》记载 公元前989年 周牧王积满驾车 西游来到天山摇池 西王母设言款待 周牧王一丝绸玉气相赠 临别时 西王母依依不舍地对周牧王说 主君长寿 远君再来 然而周牧王却一去不复返 唐代诗人李商隐 有感于这段奇美的爱情佳话 留下一首摇池 摇池阿母已穿开 皇祝歌声动地摔 八军日行三万里 牧王和氏故重来 据说东汉末年 道教兴起 道教将西王母视为 羽皇打帝的夫人 因此称西王母为王母娘娘 道徒们将西王母请入道门 尊为天界之首 一起被道教和世人供奉 鼎礼膜拜 曾经的天池娘娘庙 规模宏大 香火鼎盛 但在1932年毁于战火 据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海内外华人多次受到西王母的托梦 因此来中国大西北寻找梦中仙境的人落意不绝 当他们来到天池后发现天池之景与梦中非常相似 1990年8月30日 江泽民等领天池时曾高度评价 像天池这样的风景恐怕世界上也少有 同年11月29日 台湾西王母朝圣团一行219人专程来天池朝外 自此以后海内外西王母朝圣团落意不绝 1999年台湾道教慈慧堂总道长周文毅 与乌鲁木齐道成实业责任有限公司在原娘娘庙遗址上合资修建了现今的娘娘庙 也就是现在的西王母祖庙 今天来天池 小朋友们就是想看看这高山湖泊 弥补一下在东北没有见到天池的遗憾 所以呢 现在看到了 也就满足了 准备回城吧 补一下 Alfred lump 吻 吻 冻 � 神 域 据说天池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李白的这首诗中 请君熟现穆天子游看怒影武天池 另外在元代道教全真派首领秋楚姬的随行弟子李志祥所著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又有记载 山上有池雪风环丽刀映池中 是名之曰天池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天池这个名字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明亮的 灵山天池疏早水渠碑记中 见神池浩渺如天境浮空剧中的 天境与神池的天与池的和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人 新疆天山天池向来很有名气 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曾前来打卡 据说毛泽东生前曾满怀向往地说过 我要上一趟天池 摇池传说中是王母娘娘沐浴的地方 到时候我也要在里面洗个澡 但这好像只是他的一个夙愿了 看起来阳光明媚 但在天池边风还是很大的 天池东南面就是雄伟的伯格达风 伯格达蒙古语意为灵山圣山 海拔为5445米 下午4点18 坐渠间车返回到天池停车场 下了车我先去安全入口 要回了打火机 点上一根烟 开车到卫生间旁边 刚才在停车场下车的时候 一群大妈蜂拥上来围住下车的游客 我只顾着打打火机 先行冲出了熊围 小朋友们则被他们团团围住 原来这群大妈是卖水果的 手里捧着一兜一兜混装好的各种小果子 有十块钱三兜的 还有五块钱三兜的 小朋友们看着小果子还不错 于是买了一些 然后他们就去洗手间洗水果去了 等他们洗好水果 下午四点半 我们离开了天池停车场 计划着去野狼谷 或吉莫萨尔千和洞去看看 下午四点四十一 从天池出来十分钟的时间 就到达了天池收费站 上G7往旗台方向 今天算是离开新疆返回史贷庄的第一天 只不过是从乌鲁木齐到旗台 但多少也算是比史贾庄更近了 通常我们自驾出来玩 很少走回头路或者持续住在同一个地方 如今时隔二十多天 我们将要再次回到旗台 那旗台到底有什么魅力会如此吸引小朋友们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